新年 是生命中 一个异味深长的驿站 它让我们 在自救人心的欢迎边 去感受时光的魅力 时间也将从此 开启一个 满生机勃勃的旅程 我是王源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 关于新生 关于生命的故事 我和故事主角 小柠檬的相识 源自于一篇 由与我一同发起 原公益专项基金的陈丽智老师 为重点三胞胎 公益筹款的微博 这三个小宝贝 刚刚九个月吧 他们是长相 几乎一模一样的 同卵三胞胎 出生概率 行有七十万分之一 老大叫小小 老二叫宁宁 老三叫萌萌 连起来就叫小柠檬 小柠檬三姐妹一出生 这是全家人的开心感 然而这样的快乐 还没有提出到半 残酷的恶欲 就降生到这个心情 老大小小 老二宁宁宁 以行计查查 患有恶性肿瘤 就能够感觉出来 这个瘤子很厉害 实际上来讲 这个老大身上的原发瘤 在一开始的很厉害 在三四五分这样的一步 但是他转移的火星很强 我不在自己身上能转移 而转移到老二身上 厉害 厉害在哪儿 他自己不在找瘤子 这个瘤子呢 他把自己能够转移 他还把别人也转移 说俗的 这个劲儿挺大的 这三胞胎肢里面的 大毛和二毛呢 都是神经母细胞瘤的 肝脏转移 其中的大毛呢 它的原发瘤造 是在身上陷去 而二毛呢 只是在肝脏当中的重移 神经母细胞瘤化就是 说白了就是儿童的癌症就亡 就很难治了 神经母细胞瘤在儿童肿瘤当中 它是颅外的最常见的实体肿瘤 它占儿童肿瘤的8%到10% 恶性程度最恶的之一 我们推测老二的神母的肝脏转移 是来自于老大 因为他完全没有找不到原发瘤造 这是一个罕见的病例 也就是说真正得神经母细胞瘤的是 大毛 二毛呢 因为是孢妹 所以他的神母是来源于他的姐姐 从一个胎儿的瘤造 转移到两个胎儿的肝脏上 这样的病例 在世界都非常罕见 三胞胎没有 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是三胞胎第一例 非常非常罕见 排不到一岁的孩子 患上严重的恶性肿瘤 以前我从没听说过 我查阅了一些权威媒体的报道才知道 现在儿童患恶性肿瘤的发病率 正在逐年增长 近年来我哥儿童肿瘤的发病率 正在逐年上升 恶性肿瘤已经排到了第二位 目前每100万儿童共近12年 恶性肿瘤 患上死亡原因 仅次于意外事故 当时人们对待 儿童恶性肿瘤 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对儿童肿瘤的了解并不多 我联系了陈丽智老师 来到了三胞胎家庭的临时出租屋 想尽所能地帮助到这三个可爱的小宝贝 但是在下面就是没有阳光 空气也很差 他们说走过这条长长的通道 就能看到三胞胎了 但是越往里面走 我就越难过 三个被病痛折磨的小婴儿 在北京寒冷的冬天 住在没有暖气的地下室 没有阳光 空气不流通 我无法想象 那会是怎么样的世界 睡觉 对 先找找找找 哪个是妈妈呀 你好 你好 你是妈妈 是 你好 这是老大吗 这个是老大 刚睡着了 对 刚睡着 来 坐坐坐 这是老大 外面天好冷吧 还可以 这里面是没有暖气的是吗 对 没有 这个谁是哪儿 这个是老大 这个是老大 刚睡的是老二 这个是老三 老三也可睡了 都困了现在 都好渴 早上起得比较早 玩一会儿 然后玩累了 打打闹闹的又困了 有什么标志 可以认他们吗 我们这胳膊上 都拴着小绳了 胳膊都拴着绳 都有记号 都有绳 肉堵堵 在这里也拴着 小红绳 你们自己 就是除了绳子之外 也分不清楚 经常弄错 当出生的时候 从医院抱回家 我真的分不清 就用那个包背 老大就用一个蓝色的 老二就用一个粉色的 老三就用一个米黄色的 你是不是第一次 三个长得一样的小孩 好可爱 看着三个 不同状态的宝贝 他们仿佛是 落入凡间的小天使 那么可爱 需要呵护 然而 他们一出生 还来不及去体会 这个世界的美好 就要与病痛 和疾病相伴 甚至是这样的环境 都是我从来不曾经历过的 我宁愿他们健健康康 即便分不清他们 三胞胎的妈妈 叫杜景荣 今年28岁 家住河南新乡 她和老公毛献丰 结婚一年后 有了三个宝宝 在妈妈的简单介绍中 我了解到三胞胎的 一些成长经历 那天是缘小节农历 正月十五嘛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突然就两个就破了嘛 因为当时立预产期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是家里陪着我 赶紧去医院嘛 咱们快到了吧 快到了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 医生说养水破了 他说建议你们不要等 赶快跑 要不然孩子缺养了 会窒息的 他们都在公布 看到医院一检查 孤数月份 目的卫生 用达到医院一检查 咱们这帮出来 在词明路上 再给我到了 一检那里 一检那里 好车 灭好了 一检好了 整个过程 我都亲起来了 生了以后 就放我面前 然后看 他三个生后都哭了娃娃脚 你看帘子 看一看 看眼男孩女孩是老大 然后生的时候呢 就是七个月 孩子不足院嘛 生出来体重特别小 老大是三斤四两六 老二是三斤四两 老三是三斤三两嘛 老二出来的时候 还睁睁眼睛 眼睛可大了 人家医生说 你看这三个宝贝都涮眼皮 孩子高兴了 因为他会玩玩叫嘛 再哭一点 终于解脱了 然后生后来就直接住进了 那个中文监工室的保温箱 住进去以后 孩子就带着养地鸡 身上就是扎满了大小针管嘛 然后也挺心疼的 那么小 他也那么瘦 每个都是我去报的 心里特别高兴 今天报一个 明天报一个 后天又报了一个 这种感觉都像中大奖了 小宝贝啊 历经磨难 喜获三胎 这是一家人最大的幸福 然而 杜景荣和他的丈夫 怎么也没有想到 三个小宝贝 竟然接连出现了反常的状态 恶性程度极高 世界罕见 恶性肿瘤还发生了转移 这样一连串的打击 让三胞胎的妈妈无法接受 他唯一关心的是 小小和宁宁 还有救吗 某某是否也会像他的两个姐姐一样 肝脏上会长有肿瘤 他能逃过这场厄运吗 这个三胞胎呢 我们特别担心老三 那么就是老三呢 也是给他做了相关的化验 比如说他的肝酶非常的高 这就是他的症状呢 实际上跟老二是一样一样的 那也给他赶快做了B超的检查 B超检查呢 没有发现有明确的肿瘤 但是他肝酶呢 正常是也就是40人吧 他的肝酶在500多 非常的高 除了他有肿瘤因素以外 他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但是也没有确定 因为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是两个孩子同时发病 所以这个呢 除了肿瘤内科的主人医师以外呢 还需要跟多个学科来讨论 挺有意思的 这个意思呢 不光是处在这三胞胎 这个本身就很有意思 老大呢 又有乳瘤 又有软瘤 第二个孩子呢 是有软瘤 没可能 第三个孩子 至少到现在 但是呢 又有着 慢慢有点怀疑 试一试吧 对 老大老二 更错 没来的 然后但是老三呢 因为他有明显的 肝瘤的高 我们能不能 就集体讨论一下 给这个做一个肝穿 然后这样的话 给他 虽然是一项学没有 但是因为他大姐二姐 都有什么 然后他有肝瘤高 然后动态监测之后 仍然高 给他做一个肝穿 所以现在就是 老三没有发现 有站位 没有发现东西 但是他转没高 所以现在就是高度 怀疑他 还没有发现的 并造的 他有可能是 就是还真是没有形成 一个像老二的 那个六七个公分 这个肯定的很有 很有加用 咱们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母细胞率 对 如果肝转移 如果有腐高压 多多的时候 我们做手术 挺危险的 所以呢 如果是有明显的 这个腐高压 一定是不能做手术的 三宝肝脏穿刺 就是取一个组织 来做他的病例检查 然后来确定 他到底有没有 和二宝一样 裂环神经义细胞率 他就是肛功高 但是就差不多原因 我也想这个结果了 我也想了 我感觉不会 但也感觉不准 我现在就很乱 我现在也不知道 会不会 会不会是 如果孩子真是这样 这也是孩子 命中一个结束 不然我在那待 我不求我的孩子 能成才 就想让孩子 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这两个孩子 已经让我天宇趴下来了 这老三在出问题 都是没法活 大宝的治疗计划 就是先化疗 择起手术 术后再化疗 二毛只能是化疗 总的治疗时间 大概在半年左右 我们刚来的时候 刚到北京 然后对这边不熟 在医院门口 打地铺 儿童医院门口 那时候小朋友更小 那时候应该 那时候更小 那时候还不会坐 那时候是六个月 那打了多久的地步 打了二十来天 二十来天 对 然后就搬到这里了 这是我们的宿舍 我不是刚来北京 打工的时候 就是刚培训 我还没正式上岗 然后孩子生病 我就回家了 然后正好公司在这 然后找房找不着 对我就给我们经理说 他就给我腾出来一间 我们在这居住了 从我们来到现在了 从地下室拐五个弯 上四十二级台阶 再花上十五分钟 步行两公里 就会到达 北京儿童医院的 血液肿瘤中心 二病 住着来自全国各地 患有恶性肿瘤的孩子 他们和三胞胎的小小 宁宁一样 需要做化疗 挽救生命 没有头发的脑袋 是展现他们聪明的 最明显特征 透过他们的眼睛 看到的 则是一个家庭的 全部希望 还有背负的沉重压力 对于小人的一家来说 这份希望和压力 是三倍的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 你饿了原来是是不是 我自己招过老大 奶奶带着老二跟老三 这是老二老三 奶奶都睡着了 睡着了 一 二 四 五 五 谁忍惊发现一下 在当地医院 都说让放弃了 放弃吧 别治了 没法治 在婴儿的一年 神经母细胞瘤 要占两个三十 但是它是育后 也是最好 它的不病生存率 已经达到了90%以上 那我们就劝 这个三胞胎的这个家庭 一定要治 因为这三个孩子 咱们呢 个个都是宝贝 你如果给三个当中的 一个治 那治好了才是一个呀 如果说经济方面 有困难的话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人家都是一个孩子 待着在病房 待一两天 我都得在那待十来天 老大现在该跟三个聊了 老大现在该跟三个聊了 老三出院 老大办住院 一个爱的一个 住院的时候 我带着老大检查完以后 我就带老二检查 在医院就是天天来回跑 我去哪检查 因为都认识我 因为人家做一次检查 我要做三次检查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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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也多 推了三个孩子 上下楼梯也不方便 只能约到九号以后 主任让约到二号 我经常在医院 男人跑的话 不用男人一个人 找我两个 男人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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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咱们能坐底先坐底 我帮你去吧 我帮你吧 没事没事我记得可以的 你吃饭了吗 这不饿了都 早上来的时候买点早点 你现在是做何打算 就是砸锅卖便宜给孩子治 就算现在没有钱 我拿我的命换孩子的命 感觉也值了 我感觉这个已经很好了 起码我们公司 就是给我拼出来捡房子 我不愿意住房子了 省很多钱 到家可高兴了 到家可高兴了 还笑呢 嘿嘿嘿嘿 哎呀 你笑回生意了 你妈 想冲宝吧 到家可高兴 到家可高兴 哎呀 哎呀好睡吧 这好不容易停过来了 这刚刚几个女孩子又生病了 她因为太小 血管不好找 现在每天至少扎五六针才能扎上 如果这病让我得到多好 要让保卫健康就行 我想想孩子一定会好想 我们家确实钱已经不见变了 然后爷爷说不行了 咱就先放弃一个 准备想把老大当时给放弃 真的支撑不了了 然后我们就考虑要放弃 那些医生都看着我们不容易 当时医生那会儿给我们找记者想帮我们 实在没办法了 然后我们就找那个就筹款 要不是来北京 现在两个孩子不知道还会存在 不会存在 来到北京以后 得到了很多人的 很多很多好些人的帮助 他们给我们买的奶粉 尿不湿 有的给的钱 帮助我们的可多可多了 真是我们要不来北京的话 这孩子到现在 真的不好说 这么可爱三个宝宝 可能大家都想他们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我看着其实也挺 挺心塞的 目前的话 现在孩子的款项已经够了 我们才坚持到现在 小羊真的太可怜了 你可以抱一抱吗 哥哥抱吧 他认不认生啊 还可以啊 坐下 会抱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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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生 认生 哎呀 太认生了 这个是老大 生出来的时候 他体重是最大的 你看看 嘿 然后现在他是最小的 他不舒服 对 再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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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不闹 马上就好了 他那什么 那什么 我帮你摇 你帮你摇 你刚才那一顿没吃饱 没吃饱 他吃了老多 就只是摇就好了 这样一换就行了 都行 都行 你怎么不吭声了 你 先别管他 没手管他 然后给老二的药 可以 好了 好了 老三有事 老三醒了 他自己会爬起来玩 爬起来 没手管他 没有狗管他 他自己都爬起来 哥哥玩吧 好可爱 你可以抱他没事 把他心轻 哎呀 使劲 我没有 我其实没有抱过 我要心轻的 没事没事 哎呀宝贝 使劲 使劲 哇 立起来 今天起得早了 他可可高兴 你看 他可可高兴 睡了一觉 宝贝 他不认识我 一直在看脸 对 他可可高兴 你看 他不认识我 他就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在玩一会儿 就玩手 他脾气也好 他脾气不行 刚睡醒 真的 刚睡醒 老三呢 认识老大特认识 对 嗯 哈哈哈 老大你就 哎老大睡着了 这是 对他要睡着 他俩都睡一觉了 他还没睡呢 老大是最闹腾的 老二是最乖的 老三是最逃的 性格都不一样 老三你干啥呢 干啥呢 对 你 你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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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 老三 老三 老四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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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快快好好起来吧 火车车 回了 他现在还不知道害怕呢 他他不他感受不到 不是 哎哥哥小心翼翼的抱你 是不是 哈哈 嗯不舒服了不舒服了 哎呦 嗯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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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他想让直着抱 他不想做腿杖 不¿都直肩包 你你直着抱 你直着抱 就是批底 乖乖 他不想做 他就 ją刚抱起来了 是不是啊 这样这样 Oh 对你这样一摟就不坑了 哎笑了笑了 还吃袖子你看 哈哈哈 还不能吃袖子 出去的时候人家都说 哎呀你这是三个男孩吧 都是先说是男孩 他长得黑黑的嘛 皮肤黑黑的 没有想一个小女孩样的 嗯 你看这三个孩子长得像吗 像啊 像我就像 就老三有一点点 老三像男孩 老三 来了 哎呦 真开心 真有劲 看到他这儿你都知道 他俩怎么受气 不能吃这个 他可能现在想长牙呢 就是牙齐有点痒 他天天都拿东西 都往嘴里放 我也拿着 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冲波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哎呦 开心了不开心了 好 他有事的开心 嗯对 哎呦 喝奶就开心 哎呦 喝奶就开心 每一人员 孩子真的很幸运的 玩得太幸福了 嗯嗯嗯嗯 嗯哼哼 嗯嗯 摸这个 翻了 也呼它 不会哭 妈咯 妈咯 他有没有暖气 他的空气其实也 嗯 就是也挺不 也不太好 那咱们在这地下室的话 这老二老三老大平时怎么洗澡 我们基本上都没怎么给他洗过澡 因为怕他们着凉 没有免疫力 没有抵抗力 老是用个热毛巾 给他们身上塌一塌 骂一下 空气不流通 看不到阳光 没有给三个宝宝洗澡的条件 妈妈说 已经三个月 没有给小小 严厉洗过澡了 唯一一次给老三 萌木洗澡的经历 还差点让他感冒 这都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这儿就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 老大今天下午就要手术了 今天下午就手术了 对 今天下午 我也想要进水 今天下午就手术 对 突然听到老大小小 下午就要去医院做手术的消息 我顿时紧张不已 看着即将要做手术的小小 却要在那么小的年纪 经受这本不该经受的磨难 一双大眼睛 依然炯炯有神 惹人恋爱 我今天下午就要陪老大去住院了 你得在医院陪着 对 我在那陪护 那他们俩就是 那老二老三奶奶一个人照顾 对 我经常在医院 奶奶跑的话 都是奶奶一个人照顾两个 那孩子我们的爸爸什么的 在工作吗 孩子爸爸就在家火锅店 打零工 要不然的话 我们家就没有经济来源 也抽不开身 爸爸毛建峰 在北京一家饭馆 打工挣钱 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施住都在公司 放哪里 一周休息一天 每次调休 他都会迫不及待的 在前一天晚上 十一点钟下班后 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 回到地下室 陪伴在三个宝宝身边 你说你是毛姐 你说你是毛姐 你是毛姐 那你们先 你们先 对 先 我和陈丽智老师商量后 我们决定分两路进行 那我们就去马上安排 好 饿了是不是 饿了 饿了 这还在喝奶粉对吧 对 现在都是奶粉 或者想带他们去 一个婴幼儿洗浴 专业洗浴的地方去 洗个澡 暖暖的 哥哥带你们去洗澡了 是不是 太幸福了 这也没暖气 冷 大宝的话就是 医生说提前去 就是 他们要付钱 要检查什么的 那姑姑一会儿 咱们就得走了 我也想陪着她一起去 去夜 好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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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了 老大 帽子去表不戴那个帽子 妈妈 抱你吧 奶奶抱你吧 奶奶抱你吧 对 这那个 昨天那个 那个 都在戴的 乖乖 是 这时候你看 这时候都笑了 都笑了 都高兴了 笑了最开心了 这是老大 老大 这个是老大 这是老三 这是老二 这是做手术 做完这块块好起来 对 那咱们走呗 那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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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的妈 你看我们吹套门跟搬家一样 这样 我先送妈妈和老大 去医院门口 东西都齐了 让他们在医院 先做手术前的检查 这里边太复杂了 我都找不到路 对 都可绕了 好 大小丁死了 我忘记得 写 使 来 来 小丁死了 大小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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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奶奶带着老二老三 去一个能让他们好好洗澡的地方 争取在老大手术前 送老二和老三回到医院 守护他们的姐姐 给她加油打气 而陈丽智老师 则要去办另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 那就希望你们快大宝顺顺利的 行 行 你给哥哥说一声 来 顺利 太坚强了 在那儿加油 有哥哥祝福 几天就好了 加油 好的 你们赶紧走吧 这个是我复印出来的这个新电图 哎呦 妈妈呢 妈妈去办这边小区之喽 爸爸呢爸爸上班了 哦 不哭了不哭了 哦 不哭了不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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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乖乖乖的妈妈好来 妈妈好来 妈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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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洗澡了 你好 你宝宝量一下体温 用一下 真乖三十六度六 好了我们上楼了 走喽 走喽 小心台阶 为什么要穿鞋套 这是为了环境的卫生 我在电视上经常看小朋友掏游泳圈 鱼筋打开铺一下 不开就行 对 不开 吃吧宝贝 好嘞 把衣服脱一下 脱衣服了 啊宝贝 快脱嘟嘟了 快脱嘟嘟了 放衣服了 舒服啊 脱嘟嘟洗澡的 不是打针啊 热了 我们脱一下 不是打针啊 宝贝啊 咱们是游泳来了啊 没事啊 出乎意料的是 我们刚开始给老二老三换衣服 两个宝贝就开始大哭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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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育儿师把他们放到泳池的那一刻 他们哭得更厉害了 我有些焦虑 育儿师说因为是第一次洗澡 小姐妹脚下是悬空的 他们没有安全感 所以才会害怕地一直哭 一脱衣服有恐惧感 还以为又给她把衣服打针 哭得特别厉害 我拿了玩具 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安抚他们的情绪 还好洗澡的时间不算太长 干干净净的他们更可爱了 老三又顽皮地笑了 真希望在他们的棚林记忆里 没有痛苦 只有快乐 看着他们 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 此刻正在医院 做手术前检查的老大 他会不会也在因为恐惧而哭闹 一个就是麻烦意外 因为我们做这个手术是要把肚子里头打气冲起来 请它有个空间飘过 还有一个就是累移主要的血管 如果这些大的血管出水的话 那是水源气候可能要命 如果情况后钻的话 钻到椎管或者是椎管里头的身体 根性影响上可能会一样 大小便和大小功能 但是老三是能享受来了 是不是 是 哎你這個這個一塊面積這個也有 這個全拿那個那個也有 都拿他們消耗挺大的 是有的都拿走 雖然三包太寶貝命運多穿 生死互觀 但是在那個臨時租住的小房子裡 從未缺少愛的陪伴 即使求一路上再艱辛 即使生活條件再艱苦 但是有愛就能發光 有愛就能照亮整個生命 小小你要加油 一定會沒事的 你是最頑強的小戰士 寶寶堅強啊 媽媽在外面等你啊 大寶啊 這麼小 就要做這麼大的手術 心裡特別不是個味兒 心裡想著能踢大包都好了 23 24 25 留意給你一下 今天做的事兒 俯槍靜一下 左身上線切除 加上肝轉移造火性格 這個腿軟 人發布會是從左身上線的 整個左身上線 全都被腿軟起犯了 所以我們要把左身上線 全部切除 跳多 很好 雖然說你遇到這麼大的困難 一定要堅強 那麼小就要去上手術台嗎 孩子挺可憐 挺無助的 外面有很多 愛你的人 都一直在支持著你 你一定要勇敢 老天一定要保佑我闺女 平平安 你姐姐來 咱一塊兒等姐姐啊 等姐姐啊 老子 演唱了 整天說 趕快 乾淨 趕快可以跑 腹腔筋就是通腹连脚 就在肚皮上打几个洞 三到四个洞 然后伸进这个腔筋的观察的记忆 通过这个记忆 把这个信号连接到电脑上 可以看到整个腹腔 这个肿瘤的情况 和周围脏气的情况 腔筋的手术有几点要求 它原码造的大小 一般是会超过六公斤 因为淋巴结症 还有一个就是 它不明刑犯结果 腔筋就它腔筋大推导 这儿一个 然后这个呢 右手 明天再去结果 挺好的 这个手术有净脱板的铁 肚腔打一个 这两个 一般我们第一个点先选肚腔 这儿 好 经历后把腰下变高了 然后因为它另一放路 再把换侧这个腰抬高一点 这样你可能显得 肚肉稍微浅一点 这还是 我腔空间太小了 先从这儿 看一下 对 看一下 我们用的是从前面精础的肚腔镜 位置比较深 右手的这个 你操作的这个东西 它打定以后特别短 戳开吧 就挡住我那个镜头 看不清楚 来 你看 跟着我这镜子 上面让我看一下 对 好 再进来 对 好 来往后退一点 往后退一点 对 看这个区域 对 就这个区域 把这个区域搁在中间 左身上线呢 它是一个比较深窄的器官 它比较靠近脊柱 在肾的上级的上 内侧 有辅助动脉 它的下方呢 比邻的是肾动静脉 它的前方呢 有一线和一线后方的脾血管 脾动静脉 渗出来了 是看了吧 周围的粘连的一些组织 给它分开 暴露了这块 一线脾脏了 底下是柳子 对 它应该在这个脚里头 在你那边抽个洞 然后把它脾挡了 是肾的 对吧 这块是动脉了 两边你看 肾动脉 你看见了吧 这是肾动脉 痞动脉 不是 一个是肿瘤的大小 看好结合自己分享的片子和B超 来看一看 跟周围组织的关系 特别是重要血管的东西 因为身上线的比邻 很内侧是腹主动脉 这根动脉 是人体最重要的一根动脉 它从心脏发出来 胸主 然后到腔 然后到了卡血管 左边一根 右边一根 如果它侵犯了这个腹主动脉 这个腹主动脉一出血 非常的凶 太怕了 一下就不行了 你先让我进去看 它这个口腔就是太小 还是进去以后特别费劲 它这个没凑开 你来 凑不开了 来来来来 看我这 心里上了 腹主动脉真是很主要 有粘连和包裹的话 东方大口也是非常新鲜 你可能得立即中转开裹 这个速度要快 也像有麻味十分出血的配合 这是流的吗 如果你要是在手当中 碰伤到大血管 可能会有突中突发的感觉 这个有可能 就会更短开裹 三胞胎小小的手术 进行到最为关键的一刻 腹腔肿瘤位置异常凶险 小小能挺过这生死一线的时刻吗 老三萌萌 是否会像他的两个姐姐一样 换上神经母细胞瘤呢 阳光使者王源又去了哪里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 他似乎笃定信念 要为三胞胎送去一份温暖的礼物 明晚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生命的礼物